视频中被使神方便多次击倒的外国人 是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泰拳王西蒙马库斯 他曾在2010年到2014年连续7次玩爆我们中国选手 而且他的每一场比赛都与绝对优势取得胜利 并且导致当时很多人认为国内没有一个选手能与他抗衡 然而就在此时死神方便的出现 给当时不可一世嚣张的马库斯一个教训 让他迎来了在中国最耻辱的一战 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踏入中国搏击界 然而这场中国搏击界的农耀之战 如今却被无数人质疑有黑幕打假拳 那么对于这场比赛史神方便到底有没有打假拳 然后接下来小团带大家一起回到当年的比赛现场来看一下 这场当时横扫中国搏击界的地狱之王西蒙马库斯 爆冷被翻面四次击倒KO的比赛 好的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位曾经七次玩爆中国选手被称之为地狱之王的西蒙马库斯 他到底是什么来头 西蒙马库斯身高是183公分 地长是194公分 拥有优秀身体天赋的他 从出道就横扫各大泰拳比赛 并且一直稳居在世界排名第一 而这样的玩者从2010年进入中国搏击界后就所向踢迷 A场比赛就用几十秒钟的时间 Q了全国散打冠军郭寒寒 然后又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 马库斯又连续战胜了国内六位搏击高手 风头一时无量 在这时甚至有人质疑中国的搏击界 是不是没有人能打得过他 就在这紧急的关头 死神方便出现了 曾连续五届全国散打亚军 并且当时已经在武林峰赛场保持了38张全胜的战绩 为武林峰三巨头实力最强的方便 武林峰派出他来应战是最合适不过 而即使方便已经是当时实力最强的选手 但仍然这场比赛一致不被外界看好 因为当时外界认为这场比赛的实力悬殊实在是太大 但是没有人会想到 方便在这场比赛给了马库斯一个终身难忘的回忆 那接下来小堂就来一起回到当年的比赛现场 时间是2015年的1月31日 武林峰全球功夫胜典上 32岁的死神方便终于迎来了他这位生涯中最强劲的对手 当然当时他的对手马库斯 已经是武林峰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 而这场比赛再次输掉 不仅方便会失去自己的不败神话记录 更会让马库斯继续保持对中国选手全胜的战绩 好了那么接下来小堂就来一起回到比赛现场 来观看这场超级精彩的比赛 比赛结束了三十几档 好的现在进入到比赛现场比赛开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方便能否在这场比赛中保持不败神话 或者是马库斯继续保持对中国选手不败的记录 好的两位名剑的对决正式开始 我们看到马库斯他的速度还是非常快 上来就是一个低扫开道 而这边的死神方面打得非常紧实 我们看到不停的这个前手全试探 在画面中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到 马库斯这边的身材硬件条件是比方便好很多 这边的肌肉线条维度是非常大 看起来就要比方便大一圈 所以说这场比赛在外界一致认为方便肯定这代的实力是不如马库斯 什么情况 我们看到裁判叫停了 直接我们看到在叫停的一瞬间 还给方便一个顶器 很明显此时的马库斯已经犯规了 这边也是不停的给方便进行盗窃 像这样的打法的话 方便很显然而是不服气的 我们可以看到马库斯的进攻运务非常强 直接上前再次顶些 抱住这个方便 裁判再次分开对手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是自由搏击规则 虽然说是自由搏击规则 但是在罗包的时间不能太长 裁判再次也是向马库斯警告 不能在罗包的过程中进行击打 我们看到双边开始发起攻击 后手摆拳 我们看到被马库斯直接给裸包住 可以看到马库斯 他对方便的打法是非常的严谨 非常谨慎 漂亮又是一个干腿 看来方便还是要与马库斯保持一定的距离 可以看到方便一拉开距离 在打击次数上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可以看到马库斯现在也是非常着急 看到这边马库斯开始发力 直接进攻 我们看到对方便也是进行了再次罗包的顶期 我们可以看到马库斯再次犯规 用犯规动作在暴触的同时用低扫将方便踢倒 所以说我们看到再次犯规 裁判也是再次对马库斯进行警告 现在马库斯这样的打法真的是很难接受 但再次干腿的进攻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方便也是开始找准时机 我们看到与这个马库斯拉开一定的距离 看到在动作上面 把库斯的进攻欲望还是非常强 重拳是非常有力 所以说在刚才断了一拳打出去的时候 这边方便也是直接来了一个搂包 这叫以牙还牙 我们看到方便也是根据马库斯的打法 不难看出方便这招对马库斯还是非常的有作用 因为是现学现用 非常漂亮 刚才这几拳是直中马库斯的头部 哇漂亮 马库斯上前追击 漂亮 再次双重拼拳 觉得此时的方便应该是想跟他拼拳 我们可以看到 双说在最后还是出现了搂包 但是双方选手在刚才的架势上 哇漂亮 直接一进左手摆拳定中 直接击倒了马库斯 我们看到马库斯倒地 现场的观众也是荒谱跳跃 太开心了 我们看到马库斯终于被击倒了 真的是难得一见 好了 现在比赛会到第二个回合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比赛第二回合开始 在第一回合的比赛中 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选手是进行呢 火光电石般的一个交火 近战交火 现在比赛进行到第二个回合 我相信双方选手在第一回合的试探 经过第一回合的磨合 对彼此都有所了解 比赛结束了三十击倒 爱的推车不需要再通倒了 不需要再通倒了 冲到了手 冲到了奇迹 可以看出 方面在战术上有所调整 漂亮 前手是拳 漂亮 又是一拳直接打倒 第二次击倒马克思 已经是第二次击倒马克思 我们可以看到 方便表情非常的淡定 来保持继续 我们看到方便再次发力 漂亮 又是一拳中拳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马克思有点出现虚幻 漂亮 漂亮 我们看到比赛结束了 比赛结束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方便已经是再一次击倒对手 在这第二个回合 已经两次击倒对手 如果说再一次击倒对手 马克思基本上就已经奠定 这场比赛的胜利 看一下马克思已经出现虚幻 已经毫无缓手之力 方便抓住机会 上前再次一个重拳击倒 我可以看到 马克思再次站了起来 但是没有机会了 比赛已经暂停了 在第二个回合 马克思已经被三面三次击倒 现在已经是按照比赛规则 三次击倒的对手 已经是暂停了比赛 失去了比赛资格 还有独秒的机会 直接暂停比赛的胜利 我们可以看到 方便直接是 以三回合TKO的方式战胜了对手 现场观众的热情高喊 我们看到马克思这场比赛 终于被方便打败了 就连现场主持郭承东 我们看到也是热泪盈眶 因为这场比赛赢得实属不易 因为在这前 这场比赛一致被外界不看好 但是死神方便做到了 他让马克思的不败记录 在中国不能继续保持 而死神方便更是让自己的不败记录 在武林峰的不败记录 保持39战全胜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观众 黄浮车全部送给了粉丝绳方便 这也是方便的成名之战 在武林峰打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 而这场比赛过后 我们看到马克思也是疯狂的 在地面坐着服务车 跳跃式服务车 但是自己背后还有非常强大的体能 还能支撑这场比赛 但是按照比赛的规则 马克思已经输掉比赛 我们看到粉丝绳方便 也是赢下了这场比赛 以踢跳的方式战胜了对手 好的让我们一起恭喜死神方便 最后以踢跳的方式战胜了马克思 同时也彻底终结了 马克思在中国保持四年不败的战绩 虽然在这场比赛之后 方便也是被很多人质疑 这场比赛是不是有黑幕打假拳 但是我从个人观点 可以看到这场比赛打假拳的可能性极低 然而为什么会让大家产生对方便的质疑 因为武林峰一直以来 是承受这个商业娱乐文化 已经有太多争议性的比赛 所以导致大部分观众对这场比赛 还是有所质疑 至于视频前的你 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全民以及观众的支持 我是邝小谭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